去提高的話 其實你吃這些食物之後 就是你可以立刻 吃維生素系高的水果 水果裡面 其實同時具備有 維生素系跟鐵膏的水果 上火你如果醋是熱的 葡萄乾也是熱的 在中藝裡面 你一直喝你就火氣更大 所以你覺得這樣子 是火上香 沒有錯 葡萄乾本身 你再吃那四五顆 其實它的體感量是非常非常低 大家好 我是雅芳 今天我們要講的主題 是很多觀眾朋友反映 甚至我周遭很多的 特別是女生朋友 也常常會出現的一種問題 那它是一種病嗎 還是只是一個小毛病呢 哭了體背開吃 天旋地轉 那到底是鐵不夠 還是說是身體出了其他的問題 那今天我們要不要當鐵娘子呢 好 趕快請教我們專家 收看我們節目 首先我們要歡迎是台北榮總內科部書寫醫學科的 邱宗姊主任 主人好 大家好 好 我們會出一些問題 不是火爐 火爐可能不是要掛這顆 但是血液裡面它的一些這個 應該說功能如果出了問題 一定要趕快請主任幫你看一看 好 今天中西醫藥聯手 還有營養專家也來幫忙 好 我們先歡迎是我們中醫師 壯好歡迎醫師 大家好 好 中西醫聯手 讓你不會再缺鐵 也不會傷腦筋 也不會天選地轉 好 營養師要告訴我們吃什麼 好呢 好 歡迎怡黎 歡迎老師 好 另外呢 我們看這位帥哥再次來到節目當中 因為上次來迎請熱戀回響 我們的迪化街王子 是的 你不要拍那麼帥 他有一個問題 剛好搭上我們今天的主題耶 是什麼問題 等一下再跟大家講一下 好 另外我們的亮亮 大家好 亮亮今天 不是今天啦 拍了新戲了對不對 我們三立台灣台 趕快來趕快去趕快去趕快 我們已經開排了一家人 請大家多多支持 謝謝 主任平常很忙對不對 是 森姆斯你要看一下我們亮亮 是不是 對 我們台灣台八點檔很重要的 好 那趕快我們回歸我們症狀 天旋地轉 那只有女生會嗎 男生會不會呢 男生可能 是不是談戀愛的時候 才會天旋地轉 會是不是 會暈嗎 暈 應該滿暈的 好 我們先來看今天的主題 特別要提到的是說 貧血 貧血到底要怎麼樣來解決 那你身體是缺鐵 還是缺其他的東西 好 先從西的角度來看 主任 貧血是一定會頭暈嗎 不一定 這是一個前兆呢 一般來講 貧血當然有些人會頭暈 對 但是最主要是他沒有力氣 他覺得好像 比如說他平常他爬樓梯見步如飛 那貧血以後他可能爬幾步 就覺得好像輕輕鬆 會算還虛 對 那氧氣會不夠 台語是不是說就是蝦蝦蝦 對啊 那這個是貧血爬樓梯的時候 但是有時候肺部有問題 不知道耶 那有時候當然你的症狀是跟 跟你年齡 跟你的心肺功能有關係 年紀大的人 他心臟功能要是有心血管疾病 冠狀態疾病 那你的或是肺部有所謂的慢用氣管 或是肺氣腫 所以你稍微有一點貧血 他就怒怒怒 就氣不夠 喘得要病 是 那這樣子聽起來 好像要掛很多顆耶 是不是他找出真正的病症 是不是主要怎麼辦 很多貧血的病人 他常常去看的是什麼呢 什麼 去看心臟科 對嘛 對 因為他因為喘 你有一些想到心臟 他覺得說我心臟不辣 然後一看心臟科 他被檢查才知道是貧血 那也有很多人是頭暈去看神經內科 對 對 有些人喘 結果喘不過氣了 去看心臟科 原來是這樣 以前我們家阿嬤 就是八十幾歲的時候 你看看電視 對 那電視他關起來說 你怎麼看電視 我說你睡了 我說你睡了 我說我怎麼睡 後來發覺他貧血 喔 氣血不足的時候也是容易悲 可是呢 就是會倦怠睡著了 人老的症狀就是坐在風雨電腦 看電視就睡了 你把它造型叫到床上去 所以都睡不著 要注意他有沒有貧血 所以你會忽略 對 就是如果是身體的一些病灶出來了 就不可能夠輕忽 那如果是因為年齡的退化 可能看電視會睡著 那病不在 因為現在不一定是長者 年輕也會 對 最近臨床上比較特別的是 因為大概這幾年的養生風氣 還滿盛行的 對 所以現在大家很多那種年紀比較大的老人家 之前有碰過一個男生 不是女生有貧血的問題 男生 然後他竟然有貧血 去抽了血紅素之後 醫生跟他說你有輕微貧血 然後他大概已經六十 六十七 六十八歲 後來發現他大概五六年 他的飲食裡面 他幾乎都不碰紅肉 就是說他全部都是吃雞肉跟魚肉為主 所以他其實有一點輕微的貧血 可是你旁邊這位帥哥 他就是今天 一來他也是貧血主之一 對不對 是的 看不出來你也沒有六十幾歲 剛剛姨姨講的 太多是六十幾歲的男士 你才四十幾歲 為什麼會貧血呢 我是後來去身體健康檢查 我才發現 醫生跟我說 你變成病 對 因為我是地中海型貧血 可是你都沒有暈嗎 不會暈嗎 以前完全沒有什麼感覺 沒感覺喔 對 沒有感覺 但是後來在當兵的時候 有一段時間 仔細回想其實是應該有 其實有 有幾段特別累的時候 覺得奇怪我們就 我們也是身強體健 對啊 怎麼會好像某些體能上 好像比較弱一點 我們要請教主任 是不是憑血就一定會頭暈了 有的不會頭暈呢 不一定 有些人他 你看不會 憑血也有的不會頭暈 有些頭暈是因為他比如說熬夜 睡眠不足會頭暈 有些是血液循環不好會頭暈 是 血壓低也會頭暈 所以不一定 有些心臟功能不好 他受受力不夠 我覺得剛剛主任講的 我的感覺是 對 就是美麗 沒有啦 沒有啦 不是 血送不上來 就是說你很容易就是 好像血液一樣就是沒力 比較情形上 容易想睡覺 對 可是如果說以我自己的症狀的話 因為像我們長期拍戲 所以我的症狀是 我前一天如果說我熬夜沒睡 我隔天 真的是人家說那種什麼 咕下去 白起來 然後半天轉 半天轉金錶 半天轉金錶 而且我是 就是我是眼前 就是我只要蹲下去 我從小就有 我蹲下去一站起來 我眼睛就是黑的 然後呢 我甚至 甚至到我開始拍戲 沒睡覺之後 我還會伴隨著有點抖 然後我就是全身沒力 就像你講沒力 然後我當下 我現在知道症狀 我就是我當下第一個 因為我已經太有經驗 我已經閃到寶寶寶寶寶寶寶 所以我真的我太有經驗 我一站起來 我就開始 我就開始憑之前的記憶 開始找那個柱子要抓 或者是能抓的東西 因為我會抖 然後我就會倒下去 然後我曾經在大學的時候 因為我們那時候睡上下鋪 宿舍 然後都是木頭的嘛 然後我睡上鋪 然後呢 因為那個電話 宿舍電話放在下鋪的地上 然後剛好有人卡電話來 然後我就從 我就是被電話吵醒 我就是昏昏沉沉的 從上鋪下來 蹲著 拿電話 我問你要找誰 他要找A室友 A室友不在 我說他不在那晚點打來 他說好 然後我電話掛掉 差不多一分鐘不到的時間 我站起來 哇好暈喔 然後整個開始 眼前一黑都看不到 然後開始在抖 我就趕快去抓著 我們那個床岩 因為是木頭 可是我抓不住 然後我就整個倒下來 我的頭就撞到了那個樓梯 因為是整個重力加速撞到 我不騙你 真的會有人身跑馬燈 開始從小媽幫我洗澡啊 然後怎麼樣 可能偷臨前輩打 或者是小時候談戀愛 怎麼樣 真的不騙你 人身跑馬燈 然後我就暈過去 我不知道我暈多久 地板很冰 那你後來怎麼解決啊 你現在怎麼解決這問題啊 我就後來醒來了 我不知道我暈多久 後來我嚇到 我就不敢一個人住宿舍 我就接下來 我後來有幾年都是跟學姐 他們合作 因為我知道我自己有這種狀況 然後到現在 我就亂補啊 東補西補 像這種專門在補鐵的 或者是這種中和維他命 裡面有鐵的 我就每天我都吃啊 可是剛剛 是的 是的跟我講說 你們熬夜沒睡覺的 你們的以中醫理論來講 反而是什麼 比較火 比較上火 所以反而不能吃 那麼多的保健食品 我說那糟糕了 我們八年黨裡面 每一個桌上都在比多的 會櫃子打開 都在比保健食品多的 拍戲有時候熬夜到天亮的 司空見慣的 我們可以不吃飯喔 因為他們怕大口 但是我們的保健食品 是餐餐吞 每餐就是這麼一堆 然後就一堆 然後每次你頭暈了 偶爾補鐵 你什麼偶爾什麼 那你這樣子鐵補回來了沒 重點是你有補回來 你有看過你那個 是應該血紅素嗎 血紅素 沒有耶 其實我去檢查都還好 我在懷疑會不會是 搞不好可能就是女生 偶爾MC來 或沒睡好就會 女生比較容易缺血 但是也有可能 會不會是你剛剛講 什麼心臟沒力 這也有可能 我看你掛的顆 可能要比較多一點點 等一下請主任 幫你抓結了 但是也不要緊張了 今天就是要讓大家釐清 你才知道說 怎麼去掛對顆 這很重要 所以主任 如果以西醫角度來看 我們其實缺鐵的話 有後天跟先天的 缺鐵性瓶血 還有地中海星的瓶血 是這 大概就這兩種嗎 其實瓶血的種類很多種 是 當然最常見是缺鐵性瓶血 這兩種是最常見 這兩個都是瓶血 可以從教授講一下 然後可是問題是 一個是缺鐵的 一個是地中海 是不一樣的 治療方式不一樣的 我們瓶血 你知道瓶血的話有 我們簡單講 就是一個營養性的瓶血 營養性瓶血 比如說我們缺鐵 缺維胎原B12 缺葉酸 這個都是 或是切B6 這都可能是 營養性的瓶血 對 營養性的瓶血 對 這是營養性瓶血 另外一種就是 所謂的 龍血性瓶血 或是其他的 像先天性的瓶血 像地中海性瓶血 或是殘痘性瓶血 殘痘症的 很多種種類 所以第一個 瓶血要先確定 是哪一種種類 不能亂補 所以主任的意思都是 你如果有瓶血症狀 你先去做全身健康檢查 沒有 你就要先把它清除 看這個瓶血就看一下 主任來 我麻煩上前一下來看 如果說你覺得 常常頭暈啊 目眩對不對 沒力 那如果你去看血液腫瓶 是血液腫瓶科 對 是不是 血液科或加一科 加一科 先抽個血看看 那有哪個項目 是一定必須要有的 一般來講 我們是會去測血液 就是血液常規檢查 血液常規檢查 我告訴你說 這個血紅素低了 或者紅血球少了 或者是這個 我們會再看一個 紅血球的一些 比如說體積、顏色 這MCV、MCH這些 這些裡面的項目都有 那當然假如不正常 當然最好 你是看一個抹片 對不對 這個抹片 對不對 抹片 那抹片的話 當然這是要專業 這個是在我們一般做健檢 血液常規檢查裡面的 有這項嗎 抹片一般是會轉診到 血液科的文診 他們才會去看 所以這個是要另外 自己加就對了 對 這多一個要多少錢 沒有啦 那個看的就是 就檢驗項目 其實那個 大概一百塊以內 不多人 對啊 那主要是他看到血球是 你是小的還是大的 紅血球 我們說小球性或大球性 OK 假如小球性的話 我們說小球性有兩類 一個是缺鐵性瓶寫 一個是地中海性瓶寫 你看缺鐵性瓶寫的話 他寫一母片檢查 就是小球性 是白色的 對 如果你是地中海性瓶寫 也是小球性的 對啊 對 那另外當然還有其他的 比如說你大球性的 就是像B12缺乏 葉酸缺乏 或是肝不好的人 或是龍血的人 他會大球性的瓶寫 也會這樣 那補的營養素也不太一樣 你都不一樣 對啊 所以不是這樣一塊塊來 亂補耶 是啊 法醫生講葉酸缺乏 那你可能在飲食裡面 就多吃一點綠色的蔬菜 對 那維生素B12倒是我們 那個主人有講到一個重點 對啊 維生素B12呢 它在體內需要量 它是很低 可是如果像有一種人 會比較容易缺乏 常年乳全素的 對 全素喔 就是說連蛋奶都沒有 那我們臨床上大概看到 大概六到八年 如果常年都乳全素 那確實會缺乏B12 那兩種方式 一種就是可能 找主人做注射性的 就是B12有注射 然後有一種就是說 你在乳素的當下 可能補一些 像早期補一些建樹糖 然後現在發現 在藻類裡面 在有些藻類裡面 海帶海藻裡面 可能有一些維生素B12這樣子 對 所以其實它是不一樣的 有些人走路不穩 飄來飄去 它是看神經內科 後來它被找到 所以發現到 這個洗瓶血 還有一些人胃 因為現在胃當然 開刀人比較少 比如說有些人 以前是消化性潰瘍 或者胃大出血去胃切掉 所以它導致它B12 或者鐵劑 它吸收會減少 又減少 然後它可能有些人 它可能就貧血很厲害 所以你要先欺負它 到底是B12切碼 月3切碼 不是隨便都補解 對啊 謝謝主任 那你麻煩您回座 那我們就從中醫角度 請莊醫師快速跟大家講一下 那中醫的觀點 如果貧血是怎樣 比較早上火 兩的 兩的 之後來講就是說 我們一樣 我們就是說你到底是製造不夠 還是你流失的太多 血虛嘛對不對 對 那最後來講比較特別是 我們會分作你的症狀來分 像西醫可能是貧血去分它 小球性等等 對 我們就會說你今天我都要冰人 說你去檢查 你去檢查回來了 有的人他有這些症狀 他沒有貧血 但他就符合中醫的血虛 他一樣的 他就要體驗漂亮 那中醫就是保養 那我們中醫分 在補血分作兩個 心血虛跟乾血虛 OK 你同樣你可能貧血 或是你有這些 會症啊 心悸啊 剛才說 是就說他談戀愛會頭暈對不對 對 那是談戀愛是否小路亂撞 對 那也要補 對 不是 他有的人貧血的人 他會小 他會屁股屁股菜 可能菜要越嚴重 對 那我們就會說你是 好 或者是注意力減退 對 失眠我就說補心血 另外就是我們台 都有眼睛乾澀 抽筋 女孩子月經量少 這叫做要補乾血 所以重點還稍微會分一下 好 貧血的原因 幫大家釐清之後 那怎麼樣把它補回來 當鐵娘子好不好呢 怎麼樣補 我們進廣告 等一下告訴你 譬如說像我們就是說 黑糖補鐵嘛 那你這樣加起來就會白 對 就是32.8嘛 那其實這樣加起來 就是達到我們建議量100 其實你吃這些食物之後 你在餐後 我們建議就是你可以立刻 吃維生素系高的水果 對 就是你吃鐵糖 第一次幫它加成作用 你會把它提高這樣子 對 比如說你可以吃一點奇異果 然後或是芭樂 小番茄 草莓這些 那我覺得這個不錯 還有就是說 植物系裡面水果裡面 其實同時具備有 維生素系跟鐵高的水果 是什麼 好 剛剛我問亮亮一個話題說 亮亮當鐵娘子好不好 好 好 不管是在工作上也好 或者是身體上也好 對 要當個鐵娘子嗎 這樣會不會太汗了一點 不會 現在的女主 就是要當自強 當自強 好 不過真的是要補 對 不要越補越大洞 觀眾朋友請你們注意一下 我們適得是先天性的品血 亮亮跟我我們都有去檢查 是後天缺鐵性的品血 所以我們兩個要補比較多鐵 但是適得是不能補的 是不是 主任 對 沒有錯 這個缺鐵性品血的治療 就是要補鐵 當然補鐵可以從藥物 從食品 對 從你的生活方式來補 但是其他的品血就不能亂補 像地中華型品血你補的話 鐵劑會沉積在你身體 鐵劑過多的話 會破壞你的心臟 破壞你的肝臟 是喔 破壞你的孽膜 所以男人不能當鐵男子 主任我要請問 為什麼現在年輕的小朋友 到可能中年 中年婦女 甚至比較長輩的話 缺鐵性品血都比較嚴重 為什麼 一般來講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年輕人 就是在發育成長中的孩子 因為他在發育成長 所以他鐵劑的吸球量會比較高 然後另外一個年紀大人 他可能有些人是因為他 他可能牙齒或是飲食習慣 他可能胃脊改變 所以他營養攝取不夠 所以導致他品血 缺鐵性品血 所以這方面就是要注意 另外一個注意 所以中年以上的人 假如有缺鐵性品血 我們特別要注意 女生的話當然最常見就是 月經嘛 經血量 月經期間最常見的是 月經過經血量過多 對 那男生的話就要注意到 有沒有其他的腸胃道的問題 比如說胃的腫瘤 大腸的腫瘤 大腸 然後就慢性的前血出血 像我們現在 國民健康署 他在推動的就是 大腸癌的篩檢 就靠一個前血反應 對 前血反應是陽性的話 你就要進一步去檢查 看看他到底 你是不是大腸有個席肉 或大腸有個腫瘤在那邊 或是甚至少數人 會不會是一個智倉 在流出血 在做怪就對了 像以前我一個病人 他就頻血 明明切理線頻血 怎麼補都補不上來 對啊 後來他發現到說 原來他刺瘡 他刮得扭急 他不好一直講 所以後來 後來他去找直腸外科 把他刺瘡解決以後 他後來頻血 就不用吃藥就慢慢上來 對啊 早出症狀 還是要看醫生 像我自己是有脊弓肌瘤 對 一般我看婦科的病人 就是有肌瘤的等等 對 或是有巧克力囊腫的 都會缺體性頻血 他部分越盡量多到像雪崩一樣 對 那種的就是你一定要控制好 那像我自己曾經有一次多到就是說 我才剛換完一個衛生棉 我從浴室走到沙發上坐下來 我那個血就流到沙發上 對 那因為但是我自己比較早調 所以我並沒有產生頻血 就是把我們的精量減少 那另外女孩子在我們剛兩個階段 她可能沒有長肌瘤 但是她在出精剛來的時候 因為她的荷爾蒙還沒有發育成熟 她會血崩要注意 那媽媽就會說 我洗得很乾淨 我說你這個不洗得很乾淨 你這樣太乾淨 太乾淨了 你好的血都流失了 OK 還有更年節要注意 對 所以我是說 剛剛都說要當鐵娘子 對 其實我覺得我是要當白雪公主 為什麼 因為有人貧血她臉色是黃色黃色 變成黃臉婆 對 或是黃臉公 那男生要注意我的病人 他們就是腎臟發炎 因為她可能沒有辦法 腎臟會分泌一個東西 叫做紅血求生層數 可是她腎臟發炎 她也沒辦法分泌這個紅血求生層數 她有可能平血 所以今天如果你老公變成黃臉公 你要注意 一開始疲勞 那大家去做檢查 去找主任就對了 沒有 突然是叫 我們叫面有菜色 對 面有菜色 這種平血比較厲害就是這樣 所以這是門診比較多看到 而且如果血液的問題 沒有去檢查清楚的話 有時候你可能是罹患更嚴重的 對 對不對 血癌都不知道 病人她是後來切裂性貧血 後來被找出來是大腸癌 大腸癌 胃癌 都可能 那當然口服的藥劑 如果說去看主任之後 就會開口服的鐵劑嘛 有三架跟二架 但是就是不要跟鈣片一起服用 是這樣嗎 一般鐵劑的話當然是二架 我們一般吸收比較好的是二架鐵 二架鐵它對腸胃道的刺激會比較強 所以很多人吃了會反胃啊 耳心 病人會覺得說吃完之後會想吐 對 然後甚至於有些人可能會有一些便秘很嚴重 所以他們可能就會自行停掉這個鐵劑的一個服用 那事實上如果真的想吐的話 其實早期建議就是說 你餐後馬上吃 但是有人餐後馬上吃還是不舒服 那乾脆我們就是可能隨餐吃 就是吃到吃飯吃到一半吃 然後再吃飯 但是可能有一個方法就是說 你在吃鐵劑的當下 你可能這個餐 裡面有一些比較高鈣的東西 可能比較混在一起 比如說你今天早上如果要吃鐵劑的話 那你隨餐吃 那裡面如果有牛奶的話 我們建議就是 可能你吃完早餐之後一個小時以後 那你再補充牛奶 或是再補充鈣片這樣子 那早期有一個產品其實被我們養師給 就是有點就是跟他講說 不能這樣子做這樣的產品 就是那個高鈣高鐵的牛奶奶粉 對 奶粉 對 早期就是奶粉有強要高鈣高鐵 要把它混在一起 那事實上鈣跟鐵還會互相解抗 影響到對方的吸收率 吸收率 對 所以要嘛你就吃高鈣的 要嘛你就吃高鐵 那如果兩個就是要同時分開 大概一個小時以上這樣 好 所以現在如果你有在服用鐵劑 朋友也要注意一下 常常我們會去一些藥局 或是去一些店裡面 他們講說吃這個好補鐵 那或是甚至植物上面 比如說甜菜根 你不是吃甜菜根嗎 甜菜根呢 是不是真的能夠補鐵 營養師來告訴我們 來有請怡莉老師 怎麼樣來補鐵 從食物裡面 我們來看看它的鐵含量 你一定要吃對 那吃對這個食物 對 通常如果說 像我們如果一般缺點性貧血 第一個應該是找我們主任去做鐵劑 然後如果鐵劑吃了 大概四到六個月之後 其實如果再次抽血發現說 像是有上癌的話 那基本上我們就可以 從食物裡面再慢慢加進來 主要它的程序是這樣子 那補鐵的話 食物中補鐵它分兩種 一種就是所謂的植物性的鐵 然後一種是所謂的動物性的鐵 這個民眾比較好去記它 那植物性的鐵就是顧名是 它是從植物性裡面來的 一個就是 一個肉就是荷的嘛 然後就是素的嘛 是這樣嗎 但坦白講 如果是我們營養師的角色的話 的一個建議 其實如果你是缺鐵性貧血 我們建議是要先從動物性的來補 因為第一個它的吸收率是比較快的 大概已經都比一般植物性的鐵 大概多個三到四倍 那個短期內其實就可以馬上拉高 但為什麼會有植物性的鐵 因為因應現在有些人 他可能比較養生 比較吃素的人 那我們建議就是像 我們一天的話 如果是30 我們有年齡成分分別建議 31歲到50歲的人 一天建議量的話 男生大概是10毫克 女生大概15毫克 這樣好像沒有很多 等一下我們可以看 然後另外如果是 大概是過了50歲之後 51歲到70歲的話 那平均大概建議 鐵的含量大概是10毫克左右 所以通常平均來講 大概建議是10毫克到15毫克 好 那我們今天就來算一下 我們先幫大家算好了 對 比如說你今天這邊列出來 其實都是我們建議 比較偏植物性鐵 然後是屬於鐵含量比較高的食材 而且是大家一般人比較想不到的 比如說像黃帝豆 如果你吃半碗的話 你這一餐吃半碗的話 你就達到你今天鐵的需要量的61% 這樣子 比如說我再喝一個一湯 吃一湯匙黑糖 比如說像我們就是說黑糖補鐵 那你這樣加起來就100了 對 就是32.8 其實這樣加起來 就是達到我們建議量100 所以其實你不用去記 你這個食物裡面鐵多少 因為你記的話 你搞不清楚你自己要補多少 你只要把這個選擇 就是把它選擇一下 然後讓它補起來是100分 這樣就可以了 那你看嘛 紅線菜確實它很高耶 有些人才80啊 你看它吃半碗半碗大概100克 就是大概我們一般的飯碗半碗的話 其實它就達到80% 但是這些我們剛剛一直強調 這是植物性的鐵對不對 對… 剛剛其實主任有提到說 吸收率是比較低的 所以我們要讓它吸收率提高的話 其實你吃這些食物之後 你在餐後我們建議 就是你可以立刻吃維生素吸高的水果 對 這是幫助它的一個吸收率把它提高這樣子 對 比如說你可以吃一點奇異果 然後或是芭樂 小番茄 草莓這些 那我覺得這個不錯 還有就是說植物性裡面水果裡面 其實同時具備有維生素吸跟鐵高的水果 是什麼 其實像那個草莓 草莓就同時具備維生素吸跟鐵高 真的嗎 如果說是以動物性的鐵呢 動物性的鐵呢 其實它只要一點點吸收率就很高了 比如說我們建議就是所謂的一個 其實這個蠻少人知道的 鵝腿肉 對 然後大概是女生的手長大的一半的量而已 這樣它的那個 對 它就已經37.4%的電力量 對 擬天所需就37%了 對 但是它的吸收率其實是高的 所以要鵝的喔 對 鵝 對 然後像鵝蛋 鵝腿肉會怕嗎 然後早期的鴨血 以前早期在那個治療缺鐵性貧血的話 如果單純的缺鐵性貧血 我們會建議病人說 如果你買得到比較純的鴨血 大概每天吃一小塊 一樣就是半個手長大 那大概吃兩個禮拜之後 它的血紅素確實就有拉起來了喔 對 所以這個是我們臨床上在用 不過因為現在鴨血其實有一點 混一些其他的 除非你要很知道它的來源 老師 那一塊是要多大塊啊 每天要吃多大塊啊 大概就是最多就是半個手長大 就是這樣子女生的手長半個手長而已 其實就差不多足夠了 對 然後另外像我們就會說 女生肌起來之後 對 豬肝啊 可以吃一點豬肝啊 那它確實是屬於動物性的鐵 那一樣就是大概是三片左右 也不用吃太多 你看還是沒有鴨血糕耶 對 其實鴨血是最快的啦 然後還有就是 這邊給大家比較不知道的 就是說如果你不想要吃紅肉 或是你覺得擔心它飽脂肪山過高 其實蛤蜊蠻多的 半碗 大概三十四點 對 然後還有海蛇皮 海蛇皮 這也有 裡面也有鐵喔 然後還有就是蝦仁 裡面也有 然後還有就是我們講 其實講牛小排啦 對 牛小排是半個手長大 大概是到四點 所以其實你這樣補起來 你反而吃蛤蜊 海蛇皮 蝦仁其實也不錯這樣 九孔也有耶 你看 對 九孔其實也蠻高的 這一個那個食物表 真是讓我們覺得 怎麼講 長知識了 對 所以早期會覺得 只能吃紅肉 實實它你可以選擇的東西很多 那我們建議就是蛋類裡面 鵝蛋是首選 但是如果你吃雞蛋也可以啦 因為雞蛋本身它就是優質蛋 就是優質的蛋白質 對 所以其實蛋白質 然後再來就是它裡面 這邊其實含體量都還滿高的 你可以很多變化的選擇 對嘛 這樣你就夠了嘛 不一定準吃紅肉啊 因為就反而自白對不對 然後雞蛋裡面的蛋黃 其實它也有 有 其實整顆蛋要吃整顆蛋 不是 你如果醋是熱的 葡萄乾也是熱的 在中衣裡面 那你一直喝你就火氣更大 所以你覺得這樣就是火上香 對… 火上香火熱的 沒有錯 這一瓶的話就是 這邊有裡面有我們的枸杞跟香腸 那因為為什麼這樣活手呢 剛剛亮亮說你們都是不吃飯 都吃不到這邊保健食物 對啊 那你們的胃一定不好 因為你沒有好的能量在裡面 吞那麼多顆的東西 胃一定不好 這是火手 火手乾 可以見位整腸 好 今天我們要給大家正確的補鐵概念 讓大家有氣色好 水濺濺濺 健康又活力 不會整天奇怪 怎麼都雞雞雞 已經花了一支來補了 看一支醫生 怎麼都這樣 好 那我現在手上拿的這一瓶 或許你家裡裡也有 有 有啦 有在家裡 因為有人說吃好豆腐 這就是我們的米醋去浸這個葡萄乾 這樣我剛才有給它品化滿香香 然後據說吃了之後可以補鐵 然後可能浸泡 有人說是兩個月三月 然後時間不等啦 可是每天是不是吃 大概至少要五顆葡萄乾 聽說可以把我們的缺鐵給補回來 那他們是這麼說的 觸泡葡萄乾 它裡面含有鐵可以補血 維生素C 增強血管的韌性 黃銅類物質才能夠清洗血液 進而補血強化血管 哇 一減二孔耶 營養師這樣OK嗎 怡里 我覺得如果你真的缺水性平血 你用這一招 應該很快就會暈倒吧 為什麼暈倒 因為其實第一個 你要知道葡萄乾 它本來就是植物性的鐵 再來就是葡萄乾 你要吃到它的含鐵量 你每天要吃到大量 你的量要很多 但很多的情況之下 其實你第一個葡萄乾 它水果它就等於過量了 所以其實 對 對 但是它為什麼 會用這件事情的話 我發現它是有原理的 因為通常有一些鐵 通常如果用 早期我們在衛教的時候 建議說用鐵鍋去煮菜 然後加一點醋 或是加一點酸性的一些 調味料下去 它可以把鐵釋放出來 所以它可能用這樣的原理 去做這件事情 可是你要先想的是 你的基底材料是葡萄乾 那葡萄乾本身 你在吃那四五顆 其實它的鐵含量 是非常非常低 然後再來植物性的鐵 它的吸收率 也非常非常的低 所以基本上 你用這一招式 我覺得是沒有什麼 太大的效果 但這就當餐前酒啦 我覺得味道可能 會比較愉快一點 對 可能就餐前酒 不錯吧 調一下 好 那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那也從營養師的角度 幫大家破解一下 網路上的這個 迷思或假惡 稻稻不 但是這杯 應該是有刮剪 大家可以先喝喝看 好 尤其我們總好會 中醫師來告訴我們 如果從當然西醫的一個診斷 確認 確診之後 你可能要調養嘛 那調養的時候 就請中醫師來幫我們的忙囉 好 中醫推薦五大補血好藥材 對 枸杞 桑胜 阿嬌 白勺跟當歸 中間這是荷的啦 等一下會解釋 這個是荷的 好 對 然後這個枸杞呢 就是補血藥 我們講補甘血嘛 不是補甘血嗎 那不是補甘血嗎 那也是補甘血啊 所以眼血不好也要補甘血啊 對 那桑胜呢就是補甘腎 對 因為我們總是講腎很重要嘛 而且剛剛亮亮說 你們那些偉大的那個鹽 都常常熬夜對不對 熬夜一定會生火 上火你如果醋是熱的 葡萄甘也是熱的 在中醫裡面 那你一直喝你就火氣更大 所以你覺得這樣子是火上加 對 火上加火 沒有錯 加油 對 你就會更火 天啊 是喔 所以我們就會建議說 你用這個桑胜可以幫你降火 然後又可以讓你大腦很壯壯 也可以消油 真的喔 對 消油我們很需要 我們每天都需要消油 對啊 所以這一 我們這邊是用素的跟大家分享 這一瓶的話就是我們用這個藥材 這邊有裡面有我們的枸杞跟桑胜 OK 對 那另外呢 核手屋就是讓大家大腦用 所以你是有加核手屋了 對 那另外為什麼加佛手呢 剛剛亮亮說你們都是不吃飯 都吃一大堆保健食物 對啊 那你們的胃一定不好 因為你沒有好的能量在裡面 就吞那麼多顆的東西 胃一定不好 這是佛手 佛手乾對不對 這是佛手乾嗎 對 佛手乾 顧爛的胃腸 你的胃腸要好吸收才會好 所以為什麼要加茉莉花 清熱退火 很多的時候我們有人有虛火 所以讓你這個可以火氣降一點 還可以有解毒的效果 剛才你有說 像這種我們熬夜的也可以喝 很適合你就一定不會上火 那你火越大 譬如你便秘 剛剛講說吃鐵劑會便秘 吃鐵劑會便秘 你就桑腎多加一點 茉莉花再多加一點 那他可以喝嗎 他男生也可以喝 可以啊 因為這個沒有刺激荷爾蒙的 他只要是不要皮 都可以喝 那剛剛一開始 你有講中醫的角度 看那個血虛有肝血虛 還有心血虛 還有腎氣不足 那這個都可以 都有了 都包進去就對了 對 心肝皮腎 通通有了 讓我們大家平常當茶飲這樣來喝就對了 沒有錯 大人小孩都很OK的 太好了 好 那 這其中如果是昏的就是蚵椒 對不對 蚵椒是以前我們看歷史劇的時候 常常後宮在珍寵的時候 不是 這裡不是很昂貴嗎 對 很昂貴 所以我們今天是沒有加這個昂貴的 等一下就有了 等一下就有了 對 蚵椒那到底怎麼補啊 它是用這個鯉皮跟 為什麼叫東鵝鵝椒呢 它是在山東的東鵝縣 內口井叫做鵝井的水 內口水打出來去熬這個鯉皮 所以我猜內口應該地下 因為它地下水應該是鐵劑 有點它的含量 否則為什麼別的自來水不行 一定要內口井打出來的水 我這麼猜啊 會不會是那時候 那一口井的井水它的鐵很 對 就是包物質裡面的鐵很高 糟糕 然後那個鯉皮的話 大家就說 這個才會 為伊犁老師 這個鯉皮它的鐵劑含量是多少 好 那我們現在健康大樂廚 就有請我們今天的迪化街王子 幫我們上一道 鯉椒烏骨雞 好 我們今天請到的迪化街王子 他對這個藥材已經研究 看不出來他年紀輕輕 已經研究二十多年了 所以等一下他會告訴我們鯉椒 你這個錢花的 對不對 對不對 要買到真的 或要買到純的 跟可能不純的 其實是有一些訣竅的 那怎麼分別 好 那我們現在 現在在熬的這一鍋 是什麼鍋底呢 熬的就是當歸 黃旗 扁豆 還有白嫂 白嫂 對 這是我們莊醫師幫我們開的藥膳 就對了 是不是 然後再加 等一下會加一個二膠 以這個作為基底 我們剛剛已經先把這個藥材 先熬過了 然後作為我們的湯底 好 那等一下我們再用五骨雞去炒一炒之後 再把它喝再洗 好 那我幫你開一下火了 好 那要加一個油上去嗎 五骨雞我們要用炒的 不是一般雞肉如果燉補的話 都要說什麼用熱水過一下 我們剛剛五骨雞我們有用熱水 已經穿燙過 還是要先穿燙 穿燙過 穿燙過 雞肉要好吃 再把它冰鎮過 冰鎮 冰鎮 所以它有冰鎮過 對 這樣才會Q 對不對 主要是說因為藥材 我們這藥材 你那個香味要掉得出來 我們五骨雞炒一下再下去喝 它等一下那個味道才會更香 了解 原來是這樣 對 如果光這樣下去 你覺得那個味道比較出過來是不是 對 第一個 我們一般的雞肉如果這樣放下去煮的話 第一個雞肉容易澀 對 容易澀 然後口感比較沒那麼好 香味也沒有那麼好 稍微爆 就是爆香一下就好 對…稍微爆一下 對 原來是要這樣子 我都一直以為煮中藥的雞肉就是柴 所以只要喝湯不要吃肉 就原來是我們方法不對 可是我營養師的角度會希望說 我們也把肉也可以吃掉會比較好 對 蛋白質 因為你這一餐如果只要吃這一鍋的話 其實要有點油 所以它今天可以用一點油 對 而且我們的雞肉其實油脂本來就比較少一點 王子還要做菜嗎 他還要做菜嗎 還是純粹興趣 對 興趣… 王子要做菜給小王子吃 要給小王子 小公主吃 是…還是要給那個王后吃 還給王后吃 對 這王子要管很大耶 做很多 王子的命不是很好看 他是好王子嗎 好王子 我們放一點薑下去 先去把它爆香 爆香一下 OK 等一下再放鵝椒 鵝椒是最後面材 對 鵝椒是 因為鵝椒它本來就已經是熬過的東西 所以它不需要再久熬 它在我們起鍋 大概前10分鐘到15分鐘左右 最後放進去蓋起來就可以 要燜一下就對了 對 要燜一下 對 好 那我要請教那個中醫師 我們常常會生鵝鹿二鮮椒跟鵝椒 有什麼味道 像是補血 不一樣 對 鵝鹿二鮮椒也就是鵝板椒 跟鹿角椒 那作為了講 鵝板是良性的 它就像桑腎一樣 可以讓你滋陰 讓你皮膚水嫩嫩的 讓你不會口乾舌燥 不會便膩 那鹿角椒就是鹿角熬出來的椒 它比較火熱 它可以讓你刺刺墨 它很溫暖補血 但是呢 像我跟妳都有子宮肌瘤的人 我們叫做貴婦 我們可能是鵝板椒 所以還不能加入 對 因為鵝板比較貴 對 那這兩個是一個是絲因補羊 那鵝椒就是補血 所以我們都可以吃鵝椒 所以我們都可以吃鵝椒 所以我們在入口時段 如果是要補鵝椒不能 補鵝椒不能 補鵝椒給它鵝椒 對… 所以如果血壓高 你還是要 這二椒不是補鵝椒的 它是補血的 當然補血對鵝椒也有一點幫忙 但是主角是二鵝椒 了解… 味道出來對不對 大概炒到 我們把它炒到那個油脂 大概有點焦黃的時候 對 一點點能夠嚇嚇下去 嚇嚇這樣對不對 OK 這個呢 這個要下去了嗎 對 等一下 OK 這是酒 對 我們再放一點泥酒 這裡 這是誰 這樣很會炒麻油雞 麻油雞 對 這怎麼會炒麻油雞 好 我們最後再放入一點香菇 好 然後把它 因為小公主很喜歡吃麻油雞 對 麻油雞 小公主對不對 小公主 我女兒… 我們吃王子煮的麻油雞對不對 對 主任你會… 主任你可能很忙 主任… 我沒有水煮 沒有時間 我們也沒有時間 好 那我們這樣差不多了 就把火… 火… 要關掉是不是 對…我們把火關掉 對 關掉以後 我們剛剛已經大概煮好的湯底 對 然後我們把這些放到… 湯底下去 對… 我們全部都把它放進去 對 這樣香氣真的有出來 對… 對 要炒過 對 所以最後再放 然後我們把它放進去之後 大概轉至中火 對 讓它熬個五到十分鐘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一些 我們想要吃的蔬菜 配料 配料可以放進去 那我們不建議說在… 像一般人熬雞湯說熬個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不建議 就是說 以這樣的方式快速 你可以加入蔬菜 OK… 那鵝椒現在可以放了嗎 鵝椒要在… 等一下我們煮過十分鐘以後 再放進去 好 那我們先進廣告 等一下告訴你 鵝椒要怎麼調喔 菠菜可以說是這個蔬菜之王 不是只有大力水所吃 其實我們建議大家 要常常多吃一點菠菜 因為它有豐富的這個葉酸 還有這個美梨子 葉酸是我們這個孕婦 在懷孕期間一定要吃的 因為它可以促進我們這個胎兒的生長發育 還有我們的神經系統組織的這個生長 是很重要的一個營養元素 所以菠菜也可以幫助我們的造血功能 另外可以調節我們的身材的代謝 還有脂肪能量的代謝 可以保護我們心血管的疾病 另外可以預防我們這個骨質疏鬆 因為菠菜有很豐富的鐵離子 還有這個鈣離子 也可以增加我們這個身體的抗壓性 只是菠菜它有比較高的這個草酸 所以現代人的這個體質比較偏酸性 容易有結實體質的人 我們會建議菠菜 你可能要把它洗乾淨之後 把它燙過熱水 這樣的話 我們再來做打汁的動作 或者是來涼拌來吃 就可以預防草酸鈣的結實 對 我們那個腰果 你覺得它長得像什麼 聖 對啊 所以就是說 所以你這個藝心補性 對 還有核桃 這是核桃呢 對啊 從來講它也是古聖 又意識見 然後像我們的大腦長得像大腦 所以變成就是說 如果吃素的朋友 可以剛喝我們那個茶 後醋 傷腎茶 對 來配這個 比較這個低 平價味的這個 古聖的食材 原來是這樣 好 經過了十分鐘 我們現在要放厄膠下去對不對 厄膠要煮到融對不對 要融一點 對 要讓它融 所以我們現在大概時間差不多 我們先放入厄膠 最後放入一點的厄膠 弄碎是因為等一下比較好融 對… 要不然它都是一塊一塊的 把厄膠放進去 厄膠要打碎 要打碎 對 所以平常我們自己在家廚 也要把它打碎的方式 去買的時候就要請它幫你打碎 買的時候就要打碎了 會幫你打碎 對 OK 所以要再熬個十分鐘 對 我們再讓它五到十分鐘左右 在熬的過程裡面 我們要請教你厄膠 厄膠現在 我們是要跟醫生跟營養師當好朋友 也要跟王子當好朋友 對 要補的時候至少打個折 開玩笑 那厄膠呢 要怎麼去選啊 市面上好像也 價錢也是稱之不齊 稱之不齊對不對 對 對啊 要買越黑越好 是說有人說你放在那個燈光下 透光的 表示它比較純耶 一般來講 厄膠它因為它是單一的那個 鋁皮 鋁皮去熬成你的膠 對 所以說它的顏色一定成合黑色 合黑色 合黑色 對 像這樣子 對 合黑色 合黑色 那會透嗎 它打碎的時候 打碎比較 在燈光下看還是會有點透 但是它不會那麼透 所以要這個顏色對不對 因為鋁皮它本身其實 它是比較 它跟一般的那個骨質膠不太一樣 所謂骨質膠就是我們常在講的那個 什麼龜鹿二線膠 這種是骨頭去熬出來的 所以不一樣 對 那它是皮 所以皮它絕對熬出來的膠 它不會那麼透 所以有點像草顆粒色 對 像草顆粒色 像草顆粒色 又比黑糖黑一點點 真的還滿黑的耶 它不會透光的感覺 都沒有透光 整塊是沒有透光 那我還是建議說 這種東西在中藥 因為它是屬於藥材 在中藥店比較 保險 比較有信譽的中藥店去熬 那你幫我看看這一塊 這個是稍微可以透嗎 那看這塊是水晶肥皂 切薄片 顏色是這樣 你那塊看起來像羊根耶 對啊 有點像羊根 這一塊也滿名貴的耶 真的喔 對啊 那怎麼會顏色差那麼多 就我的理解 是 按理來講 鋁皮膠它熬出來的顏色 應該要必須再深一點 要是這一個顏色 要再深一點 對 可是它會不會放什麼 複方下去熬啊 這幾年我們的經驗是說 對 因為鋁皮的產量 越來越少 那甚至有新聞說 大概產 全世界 對 的產量大概只剩下三到五年的時間 以後看鋁子可能要 要在教科書上看 對 現在非洲 對現在非洲國家幾乎都禁止出口 因為他們要保護這個鋁子 那這個會放 可以放很久嗎 對可以放很久 增值 對 像我們這個鋁皮膠 是我們大概已經存放了 起碼超過二十年 蛤 哇 那我們今天真的很補耶 請問一下 那如果是比較好的那個鵝膠的話 對 大概是 它是怎麼講 論金乘兩還是怎樣 對 它是算兩 兩喔 算兩 剩一兩多少錢 一兩大概六七百塊 一兩喔 那大概就是我們剛剛算是三十公克左右 三十七點五 三十七點五 那我們要補多少 要放幾塊下去才夠呢 我們剛剛放這一鍋 你今天有沒有幫我們算喔 每一個人都夠啦 大概 還是要整個下去 好啦 大概五錢左右啦 五錢左右 OK 是 好 那這個是讓大家參考一下 鵝膠就是鋁皮 就這樣慢慢的熬出來的 對 那快快 融掉了嗎 我們看一下 好 我們看一下 我把它開始掀起來 有沒有看到那個 已經都融在裡頭了對不對 對 這湯的顏色也變得 好 那現在放那個食材 那最後的時候 對 我們就可以放入說 我們要的一些菇啊 對 食材 好 我們把它放進去 下一些蔬菜 好 那等它再把味道入進去之前 我們要請中醫師跟我們補強一下 剛剛伊莉老師有說 植物性的那個鐵質 對 最好是要加C 對 那中醫呢 中醫師要加什麼呢 我們可以加 剛剛講說補腎 可以促進我們 這腎臟可以促進我們的那個 紅血球生成素 對 可以正常分泌 所以有的人吃素的朋友 他就不敢吃膠 那我們就說好 那我們就是很好的 我們的那個堅果類的 你看啊 那個 OK 我們那個腰果 你覺得它長得像什麼 腎 對啊 有技啊 所以就是說 所以你這個以形補形啊 對 還有核桃 這是核桃呢 對啊 中醫來講它也是補腎 又異致健 又很像我們的大腦 長得很像大腦 所以店員就是說 如果吃素的朋友 可以剛喝我們那個茶 或是傷腎茶 對 來配這個 比較這個低 平價位的這個補腎的食材也可以 原來是這樣 那如果是吃比較素的人 是不是厄膠 把它換成這個下去燉也可以 可以嗎 可能燉可能會怪 可能邊吃邊配合 當零食這樣對不對 核桃是可以 可以啦 核桃可以下去更足 味道應該不錯 對 核桃可以 好 那我們馬上來品嘗了 應該OK了對不對 對 差不多 那蔥是最後要放嗎 對 蔥我們最後 最後我們再下蔥 好 對 那這樣就 這道菜就完成 今天呢 為了要謝謝百忙當中來 參加我們節目的邱主任 所以我們做了一道 這麼樣的名菜 算名貴嗎 昂貴的 昂貴的 對 有時候也要對自己好一點 那我們要感謝我們的來賓 對不對 謝謝 主任平常 應該也比較沒有 比較少機會 沒有那麼多時間補嘛 對啊 好 那再盛一碗 來喝喝看 你們已經先喝了對不對 好幸福喔 剛剛依老師跟我說 依老師你也沒喝過這個喔 對 厄膠喔 你們節目有下重本 對 因為我們有王子 所以大家要跟醫師 療養師還有王子做好朋友 對 我們這個 厄膠已經融在裡面了 對 如果厄膠沒有融 或是沒有這些 就是這些其他的一個食材 進去的話 那厄膠味道是什麼 其實厄膠味道本身 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接受 是什麼 是鋁子螺 鋁子螺 鋁子螺 什麼腥味 我去尼泊的時候 我做過螺 對 跟鋁膠味不是螺嗎 帶我們上去看過 三你們都沒有做過那個螺嗎 但是我不知道鋁皮 味道是什麼 主任如何 吃不出有那個鋁皮的味道 因為剛王子有把它爆香過 對 有爆香有差 那個味道真的不一樣 氣色變好了 對 做神奇 為什麼會做這麼神奇 沒有看到王子幫我們做這個 我們就覺得很溫暖對不對 對 湯比較濃稠 我覺得湯有比較濃稠的味道 對 所以我覺得有一點稍微 因為有藥 我們剛剛有的就是有藥 對 是藥錐嗎 玉琳 老Lu你要不要再質詢碗嗎 我們今天是要玩